大家好,我是风竹,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《汉武大帝全传》。 太子刘炬,根本就没有埋藏过什么木头人,现在凭空被挖出这么多罪证,他心里既吃惊又恐惧,便问少父石德应当怎么办。 石德是万石君十分的孙子,一直以锦小慎微而著称,他担心自己身为太子的老师会受到牵连而被杀,便想着先发之人献祭说。 前丞相,公孙贺父子,两位公主和魏康等人,都因为巫蛊之祸而丢了性命,现在姜冲和女巫手持照旨,在东宫挖出这么多木头人,分明是他们想栽赃陷害,这要是报告到皇上那儿去,恐怕你有口也说不清。 你可以假传圣旨,将江冲等人逮捕夏狱,彻底追究其坚谋,况且陛下有病,住在甘泉宫,皇后和您派去请安的人都没能见到陛下,陛下是否健在实未可知,而奸臣竟敢如此,难道您忘了秦朝太子扶苏之事了吗? 太子刘具听了,恶然道,江冲戏封父皇赵旨前来,我这做儿子的,怎么能擅自对他们进行逮捕和训问呢?不如前往甘泉宫请罪,或许能侥幸无事。 石德阴沉着脸说,奸臣嚣张狂妄到了何等地步,你如果不尽快动手,恐怕要重蹈,扶苏的覆辙。 刘具还是不敢擅自诛杀,他想前往甘泉宫觐见汉武帝,希望能当面说清此事,或许能侥幸拖难。 他刚想动身,却听说江冲已派人飞马前往甘泉宫奏报去了。 刘具顿时没了主张,指得壮胆按照石德所说的形式。 同年七月初九,刘具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逮捕了江冲等人, 暗道和韩说怀疑使者是假的,不肯接受诏书,被刘具门客杀死。 刘具亲自奸杀江冲,骂道,你这赵国的奴才,先前扰害你们的国王父子还嫌不够, 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。 随后,又将江冲手下的胡人巫师烧死在上陵院中。 当时汉武帝正在甘泉宫避暑,只有皇后和太子在惊失。 刘具杀掉江冲和弹劾之后,派舍人无且携带福洁, 趁夜来到魏央宫长秋殿店门口,请掌域以华报告魏皇后, 然后调发终究的车马载运常乐宫的卫士, 并打开军械库分发兵器,让他们守备宫门。 一时间,长安城中一片混乱,纷纷传言太子造反。 苏文趁乱逃出长安来到甘泉宫,向汉武帝报告说,太子很不像话。 汉武帝对平素一向谨慎的太子刘具很放心, 听了苏文的报告只是淡淡地说, 太子肯定是害怕了,又愤恨江冲等人,所以发生这样的变故。 然后派使臣召刘具前来,使臣不敢进入长安,回来报告说, 太子已经造反,要杀我,我逃了回来。 汉武帝这才信以为真,大动肝火。 丞相刘屈毛听到事变的消息后,连忙逃跑, 连丞相的官印受贷都丢了,并派长使骑一张快马奏报汉武帝。 汉武帝责问丞相长使道,丞相现在在干什么呢? 长使战战兢兢地回座道,丞相在封锁消息,不敢擅自采取行动。 汉武帝愤怒地说,事情已经闹大了,整个长安城都在疯传,还有什么好保密的? 丞相难道没有听说过周公大义灭清,朱沙管书和菜书这件事吗? 于是,给丞相班次印有喜应的诏书,命令他,捕杀叛逆者,朕自会赏罚分明。 应用牛车作为掩护,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,杀伤过多兵足, 谨守城门,绝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。 刘屈毛正惶恐不安,接到汉武帝的诏书后,不由撞了几分胆量,命人先将诏书班士出去。 不久,汉武帝又下令,凡是三府地区以及附近各县的士族,全都划归丞相刘屈毛调遣。 刘屈毛有了权力,马上有了胆量,当即调集人马将内城团团围住,一心要补拿太子。 太子刘居听了这个消息后,慌不择路,他又假传圣旨赦免都城监狱的囚徒,分给他们兵器, 由少傅石德和门客张光分别率领。 他还宣告百官,说皇上病危,奸臣作乱,应当诉讨,大家共同讨伐逆贼等。 百官毫无头绪,分不清丞相和太子谁真谁假,但听到长安城里喊杀声震天动地, 太子刘居和丞相刘屈毛各自督兵交战,杀了三天三夜,仍然胜负不分。 到了第四天,有人传来消息说,汉武帝仍然健在,现已宜驾建章宫。 这时,长安城中才知太子矫诏谋反,于是太子的部下军心涣散,胆大的还临阵倒戈, 反过来帮助丞相同讨太子。 就连民间也知道,太子刘居造反,因而没人敢去帮他。 刘居见寡不敌众,先派长安囚徒儒侯,迟劫去征调长水,宣取两地的胡人骑兵。 汉武帝的侍郎马通知道这个消息后,追上儒侯,诛杀了他, 然后率领两地胡人骑兵,前往长安,帮助丞相刘屈毛。 丞相刘屈毛的部下越占越多,而太子刘居的手下则越占越少。 刘居走投无路,乘车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, 站在车上召见护北军使者仁安,搬与伏节,命令仁安发兵, 但是仁安败受伏节后返回营中闭门不出。 刘居无可奈何地退了回去, 他集合数万人在长乐宫西门与丞相刘屈毛的军队展开血战, 双方死伤数万人鲜血流进了水沟里。 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太子了。 7月17日,刘居兵败,南逃到长安城赴昂门。 当时私职田人,率兵把守城门, 他觉得刘居与汉武帝氏父子关系不忍阻拦, 就打开城门,放太子一行逃出长安。 刘居毛要杀田人, 御使鲍胜之为了救田人一命, 急忙对刘居毛说, 私职是二千旦的高级官员, 即使有罪该杀,也应向皇上奏鸣才对, 怎么可以随意杀戮呢? 刘居毛觉得有理, 就把这事禀报汉武帝。 汉武帝听后大发雷霆, 将暴胜之逮捕至罪, 并责问他说, 私自放走谋反之人, 丞相杀他, 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, 你为什么要擅自阻止呢? 暴胜之惶恐不安, 未免连累家人, 只好自杀谢罪。 这之后, 汉武帝派宗正刘长, 执经无流感, 携带皇帝下达的御旨, 收回用以帮助刘居起兵, 象征皇后实权的皇后喜寿, 为皇后无疑解释自己的行为, 只得以死明治, 自杀身亡。 汉武帝认为仁安是老官吏, 见出现战乱, 想做官成败, 看谁取胜就归附谁, 对朝廷怀有二心, 因此将仁安与田仁一同腰斩, 马同英擎祸如侯, 被封为崇河侯, 长安男子景剑跟随马通秦霍石德, 被封为德侯, 商丘城奋力战斗, 秦霍张光被封为齐侯。 对于参加叛乱的人, 汉武帝毫不客气, 下令凡是太子留居的门客, 出入过宫门的一律诛杀。 凡是跟从太子作战的人, 尽管有些是被胁迫加入的, 全家也都要被放逐到敦煌去。 因为太子逃亡在外, 为防不测, 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囤守军队。